原标题 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,我们总是喜欢用这个人主要的性格来评判他,定义他为善或是恶。 也有人说,历史就是任人打官的小姑娘,所以对于历史的真相究竟是如何,我们可能也是不能完全地把控,有些甚至只能根据一些言论去推测,因此,对于一些人的评判,至今都是有所争议的。 比如,我们今天要聊的岳飞死亡背后的故事,就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了。 北宋经济发展都十分繁荣,在文化上也有了巨大的突破,这都要归功于统治者中文轻武的思想,不过与此同时,也引起了一些问题,比如军事力量过于薄弱的问题,这也是要归咎于这种思想的统治。 以至于,在当时能够拿得出手的将领实在是,少之又少,除了杨家将就是岳家军了。 北宋后期的时候,皇室都被掳走去了金国,北宋统治者都成为了他国的阶下囚,顿时朝野之间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 在这场浩劫中,只有赵国逃了出来,后来也就是这唯一的皇室成员,成为了宋高宗。 赵国在应天府重新建立起南宋,不过金兵并未就此罢休,依旧不放过宋朝。 于是,赵国又带着臣民们逃亡羊州,但是金人的目的,就是想要将宋朝彻底消灭,然后可以入逐中原。 赵国自然也清楚,金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,因此整日都活在惶恐之中。 后来,他便和秦桂一起想到了一个可以摆脱现状的计谋,他们撤去在外的将领们,而著名的大将岳飞,也因此继而亡。 那么,本就已经战斗能力薄弱的宋朝,为什么要将将领撤掉呢? 这么一来,简直就好像是彻底放弃了抵抗力班。 而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,就是因为金宋之间秘密达成了一个协议。 当时,金人表示可以与宋和谈,不过作为条件,就是要交出岳飞的命。 为了能够不再整日胆颤惊心,赵国就让秦桂出面实施了这一计谋。 最后,岳飞冤死,而宋朝由此换来了和平。 那么,金宋双方所达成的这个所谓秘密协议,是真实存在的吗? 还是只是正敌凭空捏造出来的呢? 关于这个说法,其实还是有记可循的。 在岳飞的后人岳科所书写的书中,提到过金武术和秦桂两人互通的一封信, 而这金武术是金国人,这封信就是武术一会书,在信中写道, 岳飞想要收回河北,这一路上有许多的金人残死在他的手中, 而且他杀的人中还包括了金国的皇室。 所以,这岳飞的命是留不得了,金人想杀了岳飞, 如果能够把他杀了,那么金宋两国可以就此一合。 不过,关于这件事,并没有留下任何与之相关的史料,能够得以验证,只是在岳飞的书中出现过。 而且,后来也没有能够找到这封信的踪迹,因此史学家们也研究过这封信的真伪。 不过,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,这封书信,很有可能是岳飞后人自己杜撰的。 根据史料的记载,秦桂的确有与金人的往来,但是,与他联系最多的是文延昌。 至于和金末术,他则几乎过直接的往来。 不但如此,在岳飞后人编短的那本书中,存在着很多与历史不符的地方。 比如,在有一场大战中,岳客书中记录了宋军杀敌数目有五千之多。 不过,在另一本更有可信度的书中,写的是,宋军杀敌数目为五百。 就杀敌数目的记载都相差了十倍,这也着实使人担心这本书的可信度。 因此,岳客书中所提及的那封信,是否真实存在,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。 并且当时秦桂在朝中树敌还是不少的,如果真的存在着这封信, 那么,对于秦桂来说,简直是一个可以直接要了他的命的把柄, 他的那些政敌,肯定会拿这件事情来攻击他。 但是在史料中,却从未有提及过有这封书。 信,更别说是用这封书信去攻击他了。 并且在岳客的书中还提到了,正是金国女婿夏金武死在岳飞手中, 才引得金国一定要置岳飞于死地的。 但是,翻阅各个史料,都寻不到这个人的踪迹。 倒是有一个汉人是这个名字,不过我们都知道, 金国对于汉人的态度,又怎么可能将一国公主嫁给一个他们所讨厌的汉人呢? 还有就是在时间上也有着漏洞。 根据书信内容我们可以知道,岳飞的死是用来义和的筹码。 不过根据史料记载,岳飞死前一个月双方就已经义和成功了。 因此,义和与岳飞的死并无关系。 既然是这样,那么,岳飞为什么要在岳飞的死上做这么多文章呢? 但是这封书信的真伪,一直都是使学家们争论不休的。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,在当时,秦桂已经掌握了非常大的权力, 因此,就缺缺一封信,他还是可以完全将其隐藏起来不被他人发现的。 而且,古人写东西有时候也总是会有夸张。 之前,就算是二十万兵力到了他们的口中,可能也成了百万雄师, 所以,就是将五百夸张成五千,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。 再说到那位无法查证的夏金吴,是否是真的存在,又有谁能够说明白呢? 毕竟时间过去这么久了,有些东西可能是史料没有记载的,有些可能是史料救失的。 而且在当时,金吴是一个职位的名称,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。 所以,采文中的夏金吴,所指的是一个姓下的金吴,而不是一个姓下名金吴的人。 也许,这人的确是一个将帅之才,金人为了能够拉拢他才将本国公主嫁给了他。 有些人觉得,这信是真实存在的,有些觉得,这是岳科自己杜撰的。 所举出的证明,也都是有一定根据的,但是真相到底如何至今也没有定论。 也许,也许这件事会永远饱受争议,但是,也许以后能够找到新的考古结果,从而将这个谜题彻底解出来,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真相。 参考资料,宋史,恶。 公寒十边年,三朝北蒙汇边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